主角的技能配點 如果問職的話 第一個必須點滿的就是皮甲的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玩三國幻想戰技 今次影片再介紹一下新秀入坑的時候有什麼禮包是值得抽 以及商店裏面有什麼物品是大家必須要用元寶購買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上次影片介紹完這遊戲可以一次過輸入大量禮包碼 今次影片一開始當然是分享木徹這一堆禮包碼 按照舊的按設定 最後一次過複製貼上 就算重複製的話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會顯示容易使用又或者最後錯誤等等 大家就可以直接透過資訊欄裡面複製貼上大量禮包碼 其實其他遊戲都要借鏡 不用逐個逐個禮包碼輸入一個複製貼上 完成了 然後介紹一下目前遊戲裡面的商店系統 商店系統裡面有不少玩家都會問到底元寶應該購買哪些道具呢 點選營地 雜貨鋪 雜貨鋪我目前會購買所有將軍令和提升寶物的青玉 藍玉有需要的都可以購買 紫玉留待最後才購買 那這一堆青玉藍玉有什麼用呢 所有的寶物不論神兵真寶明驅都會消耗大量青玉 一開始零星去到一星的時候會消耗青玉 而去到兩星三星會使用到藍玉 而去到兩星三星會使用藍玉 四星五星就會使用紫玉 前期來說不建議大家直接買藍玉 因為一星升到兩星 是需要寶物的相同碎片才可以提升升數 會不會這麼多寶物可以提升到兩星呢 目前來說都要一段時間 所以前期來說可以集中投資青玉 有多的可以投資藍玉 還有第二行的道具把寶物提升到五星 我個人認為都不需要購買 銅幣的目前來說有需要都可以購買 然後突破角色的素材必須購買 而召喚卷的話可以優先購買紅色武將召喚卷 然後去到第三行 尋訪卷個人都建議購買 因為大家如果要獲取大量寶物的話 都要透過這個尋訪系統 派遣不同武將進行尋訪 尋訪之後有機會可以獲得剛剛提及過的寶物 所以前期來說我們以收集寶物為主 所以尋訪卷都必須購買 然後還有普通色紙 複甲天下活動會使用到 但目前好像未開放這個活動 個人就不建議大家用元寶購買 然後聯盟商店上次影片介紹過就不多解說 然後到尋訪商店 沒什麼特別都是換金色寶物為主 然後校母商店可以針對未收集的角色 以及自己玩的勢力 然後進行兌換 我目前正在玩群的勢力 優先換了群勢力的武將 例如陳公和袁紹等等 如果屬國的玩家可以優先換了張飛和王宗 然後去到星望商店主要是換了橙匠 橙匠優先換的都是換了不同勢力的主攻 然後去到下一部分 就關於有什麼禮包是值得帶交貨 第一個建議的就是黃金終身禮包 可以獲得自選紅象 以及令到自身收益提升 還有這個掃蕩功能 最重要的就是免觀看影片特權 個人建議黃金終身卡是必須要賣的 只需要購買一次就終身享用 然後第二個建議的就是終身卡 可以提升這些獲取資源 以及免費觀看影片 第三個建議可以購買月卡 可以令到快速徵收次數提升 以及徵收時間上限提升10小時 課完這三個禮包之後就可以點擊這個活動界面 個人建議這一堆通行證 福利基金 自尊基金 超值基金 接送了所有三國福利的禮包 課完的話還有什麼課呢 可以按這個徵戰系統 右上角都有一個獎勵 獎勵裡面會有高級獎勵 以及免費獎勵建議 而其他禮包就沒什麼特別貨 這個七日獎勵禮包 不建議貨 裡面還有一個叫做新秀投資禮包 7日裡面可以獲得橙色寶物 我覺得CP值也不是太划算的 而課上必須課就是這個合璧禮包 直接可以獲得一件玉璽 令到自身收益率提升 每日可以額外獲得元寶和全體武將提升攻擊力 介紹完禮包有什麼貨之後就回到我們營地界面 營地界面裡面有個驗會廳 個人認為大家可以根據重置時間 重置完之後先好使用我們的召喚券 如果貨獎的話是不需要理會的 一有召喚券就全部貨了 但如果無貨玩家的話 盡量把握右上角這個心軟清淡 reset完先好使用我們的召喚券 紅象的話沒有特別的 剛剛提及到如果雙城可以購買這個紅象券的話 優先購買紅象券 然後講解一下主角的技能配點 如果文職的話 第一個必須點滿的就是皮甲的收益 皮甲收益會影響什麼呢? 影響我們營地 如果大家要製作大量防具的話 優先要使用皮甲的 個人認為皮甲的重要度 比鐵礦的重要度更加珍貴 優先點滿了皮甲的徵收等級 如果有多的先點選鐵礦 然後去到第二級 第二級必須點的就是 效武場免費挑戰次數提升一次 而同閉的個人建議都可以點滿的 然後去到文職的第三級 個人認為是可以優先點滿了 打造資源減少1% 文職的第四級全部都不建議點取 直至到第五級多了這個數檔券 令鐵礦皮甲收益提升 再直接點選第五級 第四級的配點我們可以全部投資 在第一級和第二級的鐵礦徵收和銅幣徵收 然後去到武職 武職一開始一定點滿了物工 發工提升 然後去到第二級都可以點選雙防屬性 去到第三級個人建議優先點滿了這個暴擊率 然後去到第四級 命中率和格擋值 個人認為格擋值是比命中率重要 如果未點滿第一級和第二級的攻防屬性的話 可以回頭點滿 點滿之後再點滿暴擊率 最後再點擊武將的格擋值 然後去到第五級個人認為兩個屬性都必須點滿 增傷效果和暴擊傷害等等 去到最後一部分就要溫馨提示一下 雖然遊戲裏面有這個放置系統機制 但去到指定關卡建議都是人手使用 例如競技場 競技場裏面的效武場大家千萬不要難 一定要手動挑戰 除了競技場要手動挑戰之外 還有這個白陣圖 因為關卡裏面有不同目標 例如五個回合內擊殺敵方 友方角色未受攻擊 又或者關羽傳活等等 以及完成關卡目標是可以額外獲得勝數 我平常的玩法就是透過本身一開始 直接點選戰鬥 然後有得它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完開啟了這個關卡 消耗了每日挑戰的次數 之後有時間再回頭解解三星成就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有興趣的玩家記得按影片內容的資訊欄 下載遊戲 想一起玩的觀眾可以去一區二服找我 以及入我們Discord群組一起討論這款遊戲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載